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德的朋友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是谁杀死了美国 各位如果深入看进去的话就会发现是美国杀死了美国呀 今天跟大家引述的新闻是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票否决了安理会最新相关于巴以冲突的决议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会很奇怪呀 美国行使一票否决权相当于美国展示自己好坏坏好硬硬的形象 那怎么就跟美国杀死美国他相关呢 其实这个新闻各位如果深入看进去的话 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内部的问题 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国未来的问题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聊啊 关于美国一票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巴以冲突的这个决议啊 其实这个决议的内容啊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啊 这个决议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啊 赶紧啊这个释放人质 然后呢赶紧停火 实施人道主义救援 然后呢要致力于啊 两国解决方案的构想要完成两国方案 其实这个内容没有多大的一个奇怪 其实跟美国前一段时间啊 承诺中东地区这些国家所说的那些东西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释放人质吗 然后的话两国方案要落实吗 然后大家要尽快进行停火吗 跟美国的观点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可是美国为什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了一票否决权 大家可能会认为啊 这是美国好硬硬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跟各位强调啊 你看进去的话 你你真的会越来越同情美国 美国现在真的是这种状态啊 略险无能 真的是略险无能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 咱们先讲一讲啊 这是美国反映美国内部的一个问题啊 前一段时间啊 美国那边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啊 在这个众议院到参议院啊 因为这个法案吵来又吵去啊 这个法案就是关于啊 这个支持啊 投出钱来 支持乌克兰 支持啊 这个以色列 包含这个台湾这个岛啊 我美国 我大老美 我也要支持 我得花钱 对不对 但是啊 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新闻啊 但是啊 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到最后啊 通过了这个法案 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新闻 我相信会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党关于这个支援的这个法案吧 就给军援的这个法案 民主党啊 主要的倾向是支援乌克兰 再给乌克兰一点钱 然后以色列这边不怎么给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共和党那边要求的是什么呢 支援啊 这个这个以色列不要给乌克兰钱 大家如果关心美国国内政治的话 大家都会发现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共和党包含这个特朗普 然后的话在这个北约这个问题上说尽了怪话呀 北约哪个国家敢啊 这个不听我美国的话 我美国对不对 支持俄罗斯去打他 对不对 这是特朗普讲过的话啊 就前一段时间就连啊 这个北约在特朗普眼中都是可以被抛弃的一个对象 乌克兰同样要被抛弃 对不对 因为乌克兰是什么 乌克兰是无底洞 然后这个民主党拜登呢 都得要给乌克兰钱 然后要抛弃以色列 其实大家可能会认为啊 你老五是不是在跟我们聊党争不讲道理 其实有他们核心的一个逻辑啊 就共和党和民主党这样去斗 他有他的一个逻辑 为什么共和党要抛弃乌克兰 因为实在照不过来了 因为欧洲那边国家太多 而且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 包含意大利跟美国基本上是一 这个啊 面核他心已经完全不合了 因为啊 对于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或者老欧洲这些国家 尤其还有西班牙 然后看美国现在就是一个无能的一个状态 大家自己啊 都在求活 尤其是德国 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啊 德国的这个绿党啊 跟美国这个意识形态太接近了 但是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啊 经济类的新闻 看看德国给中国的投资到底有多少 又增长了多少 下次可人漏了 这就是德国钱大量的都往中国这边来投 什么叫面和心不和 嘴上说你美国好 真正的身体很诚实 尤其是像德国这种国家 他知道钱放到哪他能赚钱呢 法国同样也是这样啊 这个最新的消息啊 这个王毅啊 在欧洲进行访问啊 跟这个马克龙爷接了面嘛 双方谈的那叫一个和和乐乐和和美美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对于共和党而言 拉住欧洲这些国家成本太高了 对不对 使用乌克兰啊 在这打仗 这样的一个情况 欧洲这些国家现在都跟美国 这个面和心不和 所以说呢 你还给这个乌克兰钱干嘛 可是对于民主党而言 他看中欧洲 对不对 他要推广自己的所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共和党要保美国自己 可是民主党呢 要保美国的影响力 这就是这两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对于民主党而言 想要抛弃乌克兰 特别的一个呢 然后的话 关于啊 这个以色列啊 这个民主党想要抛弃以色列 为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西亚地区这些国家 以色列是极少数啊 除了以色列西亚这些国家都要远离美国而去 所以说对于民主党而言 然后呢 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负资产 他不想因为一个以色列把整体全体 西亚这些国家全得罪了 尤其是西亚海湾这些国家是产油大国呀 这些国家全走向了中国 对于民主党而言 他现在这不划算 不知道 对不对 这就是现在民主党看以色列的一个状态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前一段时间 然后啊 然后啊 这个说啊 要两国方案要落实 压着这个以色列要停火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然后共和党呢 共和党 然后比较看重啊 这个以色列 因为对比欧洲和西亚而言 让拉欧洲 然后维持北约成本太高 对不对 尤其是大家也都知道 共和党看待俄罗斯可能比民主党要好一点 然后共和党想要跟俄罗斯修复关系 虽然说可能性很小 但是共和党 特朗普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确确实实跟民主党他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党在以色列 在乌克兰这些问题上 任方相对 可是呢 刚才跟大家讲 关于美国军援的这个法案 这个议案吧 然后的话 到最后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都给钱 特别的可笑 对不对 本来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头炒的不可开交 这个民主党想要放弃以色列 共和党 然后想要放弃啊 这个乌克兰 结果呢 走到最后 两边谁都不放弃啊 对不对 咱们一起给钱 乌克兰也给啊 这个以色列也给 大量的钱要往外去扔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政治啊 你说你吵来吵去 你党争来党争去 到最后做出来的事情 做出来的议案 是大家 对不对 然后各打五十大板 打完这五十大板 还得承担这责任 就是大家都挨板子嘛 然后的话 是两头都要给钱嘛 这个钱反正哗哗的往外去扔啊 总而言之啊 没有省钱这一说了 美国现在的经济到底如何 我相信各位也都明白 美国的加息啊 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降息啊 对美国的这个国债 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呀 总而言之 美国经济这个鸟样 现在就因为美国的党 挣大量的钱往外去扔 其实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而言 他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得放弃点东西啊 共和党想要放弃乌克兰吗 省点钱 对民主党 放弃一样以色列 省点钱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大量的往外去扔钱呢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政治 你说的可不可笑 为什么最开始跟大家讲 你看美国 你看着看去都觉得他有点可怜 可怜在哪 这就是可怜呢 对不对 你看似美国现在在联合国好硬硬 好强强 好棒棒 我一票否决 对不对 联合国安理会啊 一共15个国家 英国一票 起全 英国起全了 然后呢 其他13票 全部都是同意 法国 日本 韩国 瑞士 这些国家都同意 只有美国一家 但那一票否决 你看起来他是硬 其实你看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 这叫无能 为什么叫无能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 美国现在钱已经给到以色列了 然后对吧 这个美国啊 想要在中东局势 西亚局势 占据主导权 想要占据主导权 这个想法 你不能让这个钱打了水漂吧 对不对啊 这个钱已经花下去了 然后呢 总而言之 不会听你们其他啊 安理会那些国家的那个意见 我美国的意见 还要占主导 总而言之 我美国啊 要以色列啊 两国方案 他就得两国方案 我美国啊 要以色列停火 他就得停火 不能够听你们安全理事会的 对不对啊 本来其实 然后安理会这个决议 可以给美国 给民主党 给拜登啊 这个旧坡下驴 对不对 给你来个台阶 让你下来往下去走 本来两国方案 你也喊出来了 本来就是停火 你也喊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给你个下驴的机会 可是美国这个钱花出去了 共和民主党 不愿意花这个钱 这个钱也花出去了 这没办法了 对不对 钱花了 还要再听安理会的 美国不干这事啊 这要讲到美国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不管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在国际上所主张的一个观点 其实民主党主张 这个主张的比较凶啊 那就是啊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其实之前跟大家解释过啊 美国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中国的呢 那是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这两个事情啊 形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矛盾 美国当然一直以来 都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也就是基于美式规则的国际秩序 美国是高于联合国的 对不对 美国一直不把联合国当一回事 之前跟大家讲过 在西亚在中东 就很明显 然后美国的军事基地 有哪个是得到了联合国的这个授权 没有 对不对 然后美国在西亚这些军事基地 其实你从国际法而言 全是非法组织 对不对 你已经啊 你已经 你已经侵犯到了别国的主权 可是美国呢 哎美国不管 原来美国强美国硬啊 对不对 打听打听 谁是萨达姆 哪个又叫卡扎黑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得罪美国的那个后果 看一看萨达姆 对不对 看一看米洛守维奇 看一看卡扎黑 到最后落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美国当年硬 美国就可以高于联合国 然后联合国啊 别说联合国了 世界上其他的强 强国跟美国都没办法叫板 所以说呢 美国高于以前是事实高于联合国 可是走到今天 美国现在也不得不向联合国进行妥协 美国为什么走成这样 美国打野门户赛武装 打出什么结果了 对不对 美国打塔利班 打出什么样的结果了 总而言之 美国最近这些年 明显实力下降 导致美国现在也受制于联合国啊 美国所要推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基于美式规则的国际秩序 已经推不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也就看到了 现在联合国关于巴以问题的表决 没有哪回对于美国是有利的 这一次就连日本 韩国 瑞士啊 这些国家 对不对 还有法国 这个欧亚 美国的所谓的小盟友 盟友圈里边的这些国家 都没站在美国这头 英国这边 你投个弃权票 对不对 美国自己呢 一票否决 你都可以看到美国人的一个无助 为何无助 实力下降 这才是核心的一个根本 可是美国实力下降 美国又要推基于国际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你这叫什么 实力下降 你实力不足 你还要完成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那个目标 那到最后 美国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美国会倒大美呀 为什么最开始跟大家讲 谁杀死了美国 是美国自己杀死了美国呀 然后因为美国国内的党争 大量的往外去花钱 本来两个党都要省钱 你我只支持这个 只支持乌克兰啊 我只支持以色列 想要省钱 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一起花钱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实力不济了 你就应该务实一点啊 对不对 务实一点啊 不要天天的想要高于联合国了 结果呢 又不得不高于联合国 为什么 你钱给了以色列了 你还不在中东巴以这个问题上面占据主导权 拜登回到美国国内 非得被共和党钉死 非得被特朗普钉死 这就是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你看起来 他好硬 对不对 一票否决了 其实本质可怜 可怜的根在这儿啊 那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美国的未来他会如何呀 其实从啊这个巴以冲突这个事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如果你是啊西亚地区啊 这些国家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美国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双标啊 明白 也能理解美国双标吗 你美国自己说 对不对 要两国方案落实 布林肯亲自说的呀 对拜登自己也说过啊 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新闻嘛 啊 这个两国方案要落实 要尽快停火 人道主义救援赶紧来 美国你自己说的呀 现在联合国有这种议案 你你你你偷反对一票 一票否决了这个议案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西亚国家 你怎么看你这 这阴情不定啊 你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呀 这样的一个美国 谁能相信啊 这样的一个美国 谁听你的 你自己把自己的信用往外去扔 往外去撒 当然了国际啊 国际的这些国家的这些政客吧 然后呢 人家能明白 你美国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 刚才跟大家讲了吗 美国国内的党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问题 那些政客他明白 但没人去理解你 人家只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美国内部的矛盾 导致你美国的政策 没办法移之 对不对 你自己想要制定的政策 你推行不下去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无能了 你是西亚地区这些国家 你会跟美国一起走吗 谁愿意跟无能力一起走啊 美国当年坏 对不对 好坏坏 好硬硬啊 又坏又硬 谁跟美国顶着来 对不对 美国就要弄死谁 那那个时候 那样的一个美国 别的国家是愿意跟着美国走的 因为他强 对不对 哪怕说啊 他坏 他一管洗衣粉 灭掉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那他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呀 这样的一个美国啊 我要说要你三更死 你绝对活不过五更天 这样的一个美国 他有信用 对不对 哪怕我撒谎 我要弄了你 我说弄你 我就弄你 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 信用的来源 那个时候的美国 排歌队的 想要跟着美国混呢 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可是走到今天呢 对不对 你没这个实力了 你拿野蛮互赛武装都没辙 现在的美国就是自证自己 又坏 他又无能啊 没人去理解你美国 归根结底 你到最后给大家这个答案 是你无能 那到最后 大家会如何看待美国呀 这还仅仅只是西亚这个问题啊 关于啊 这次的巴以冲突啊 咱们聊的这个新闻啊 是关于安理会的这个决议 安理会总共15个国家 都在这15个国 15个国家的态度啊 13个国家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投票那个结果嘛 然后的话 这也只是安理会啊 还有另外一个 那就联合国大会啊 虽然说这一次啊 没有联合国大会的一个表决 之前关于巴以问题 巴以局势 两次联合国大会的表决 第一次 121票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对立面 第二次 对不对 然后153票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对立面呢 美国现在不仅是在安理会啊 失去了人啊 失去了人心 对不对 什么法国 对不对 什么德国啊 什么日本 韩国 跟美国 跟美国 渐行 渐远 不仅仅是这些国家 安 联合国大会啊 国际上153个国家跟美国渐行渐远呢 没人跟着美国了 这对于美国来说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啊 为什么这样去讲啊 最近布林肯都给逼出来说胡话了呀 在这个慕尼黑啊 安全会议啊 然后的话 这个布林肯啊 接受访问啊 讲那个话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美国人是不是有点脑子有病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布林肯说了啊 如果你不上桌 我就让你上桌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那原话是啊 你不上餐桌 我就让你进菜单 对不对 原因就很简单 你要不跟我美国人坐在一起 我就弄死你啊 布林肯讲这个话 那么啊 那么公啊 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硬话讲出来 对于美国好吗 当然不好啊 你美国强的时候 你讲这个话 别人会怕你 你弱的时候 你讲这个话 你看看这次案例会投票的结果 对不对 谁理你美国那一茬啊 对 法国瑞士 日本韩国都没给你美国做一桌 你要吃了他吗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人都给逼急了 硬化就这么 这么直白的往外去讲 可是最后的结果呢 几乎没有结果 别说几乎没有结果 是零效用 这就是美国现在 对不对 现在的状态 美国现在成为了什么 世界公敌 尤其是在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上面 全世界都看到你 说要两国方案落实了 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决议 你否决 你美国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呀 起码在全世界的老百姓眼中 美国的公信力正在下降啊 这样到最后会给美国带来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啊 中美博弈有一个规则上的这个博弈 也就是法统之争啊 大家可以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看成中国古代的那个天下 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然后中国古代算是啊 完成了中国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环境中的这个极限 往北冰天雪地苦寒之地啊 这个时候啊 中国就不往北去发展了 来到东北啊 极限 对不对 这个往啊 往西啊 那边是高原 那边是沙漠 然后的话 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王朝 基本上啊 往西也不再往那边去打了 往南 都在张气啊 然后森林啊 热带雨林 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不适合人类生存啊 往南也不怎么用力去打 往东 那更不要说是大海 所以说呢 中国古代的这个版图啊 基本上是中国营 能够在当时的那个地理啊 那个交通 就那种限制啊 那样的一个极限 看这个世界 那叫天下 对的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那个天下 可是现在这个世界 然后突破了啊 古代时期的那个交通的限制啊 对不对 大家可以把现在这个世界看为一个新的天下呀 然后啊 这个中国古代 大家可以看看 无论是汉代 这个啊 楚汉争霸 对不对 然后包含啊 这个汉早期 然后都有法统之争 谁占据了法统 谁就有利啊 不是说你有钱 你有武器 对不对 然后对 你有钱有势 你这个国家就能成事 你没这个法统 你会出大问题 中美之争 现在也是如此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嘛 这个七国之乱 对不对 然后文景之志 与七国之乱 然后文帝景帝 就是法统啊 我就是这个天下的皇帝 我占据了这个法统 我说话就得管用 可是当时七国之乱之前 最强的是谁呀 吴王刘弊呀 吴王刘弊为何强 为何文帝景帝 尤其是汉文帝时期 然后的话 这个中央的法统 没那么强 容忍吴王刘弊 吴王刘弊 说不上朝就不上朝 对不对 说给你个脸色 就给你个脸色 而且吴王刘弊 事实都成为了 真正的国中之国呀 然后当时啊 当时的汉朝 然后的话 各国啊 大家都 都有一些法律啊 在一些其他国家 所犯法的罪犯 如果跑到吴国 然后你不能抓 吴王刘弊不让你抓 你们 你在我这个国家 没有执法权 典型的国中之国 为什么当时文帝 文帝时期吧 汉文帝时期 吴国能横成这样 有钱有势啊 对不对 豫章军 快鸡军 要盐有盐 要钱有钱 典型的就是盐铁论呢 对不对 盐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 谁掌握了这个盐 谁就掌握了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脉呀 而且这个钱 他只只会一直赚 他不会停 因为盐这玩意儿 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吃 对不对 然后还有产铜 那你就直接可以印钱了 你治钱就得了 对不对 你疯狂的啊 印铜钱就可以了 当时的吴国就是这样 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要人有人 对不对 而且啊 不收税 吴王刘弼当时啊 不收税 为什么不收税 收你那点税 还不如 还不如我 好好的挖点矿 对不对 挖点铜矿 弄点什么 这个晒点盐 赚的钱来的多呢 所以说他不用收税 所以说当时汉文帝 忌惮于吴王刘弼啊 真的是拿吴国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可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谁占据了法统 谁就占据了主导主导权 对不对 谁占据了法统 谁就有力呢 看一看七国之乱时期啊 对不对 然后到了汉景帝的时候 要收拾这个吴王刘弼了 要收拾吴国 首先景帝手里有文帝 留给他的大量的兵马 也不缺钱 文帝嘛 好好的啊 这个卧金长胆 好好的闷声发大财 积累了大量的一些资源 然后在这个无论是兵马 还是钱粮方面啊 景帝这边手里都不缺 这是景帝的一个优势 然后的话 这个算是硬实力吧 与吴国不相上下了 或者说强过吴国了 然后再有法统上的优势 法统上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这个时候就来了吗 然后你吴王 对不对 你吴王不听话 你吴王啊 这个国中之国啊 你 你你你不实行我大汉朝的法律 我就要惩罚你 对不对 听说啊 听说有些王啊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国的一些王 你啊竟然在大丧期间 你行男女欢愉之事 对不对 你这已经啊出了大问题了 竟敢随便的这么乱搞 我就把你这个城给你收回来 把你那个城收回来 对不对 当时啊 当时算是啊 这个汉景帝啊 要把这个吴国的豫章军呢 会计军呢 这是产盐啊 产铜的 这样两个军啊 给他没收回来 然后直接把吴王留弊给逼反了 这就是啊 你掌握法统 然后能够使用的一个规律 使用的一个工具 我说话就 我说话就是法律啊 我一 我找到你一个把柄 我把你两个城啊 重要的城 然后给你没收了 这结果导致吴王留弊啊 然后呢造反造反吴王也需要一个法理啊 也需要一个道理啊 那就什么呢 清军策斩朝措 对不对 然后呢啊 我我不是因为啊 这个这个景帝啊 汉景帝要没收我两个啊 两个郡啊 豫章郡会计郡啊 我造反 我不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 我的原因是啊 这个有坏人啊 朝措是坏人 对不对 我要清军策 我要杀朝措 我才造的这个法 都在争这个法统啊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办法 朝措到最后被腰斩 你清军策啊 你这个道理在哪呢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道理了吧 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主张 你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道理 没有任何的一个基础 到最后七国之乱 快速的被平下来 对不对 然后汉景帝 不管是从啊 这个兵力啊 军事方面 还是从道理 道义方面 直接压的吴王留弊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呀 半年的时间 哎 七国之乱就给平了 对不对 你掌握了法统 你就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正当性啊 你失去了正当性 就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吴王留弊啊 哪怕你有钱 哪怕你有事 你吴国 对不对 连税都不用收了 没有用的 对不对 只只要啊 尤汉文帝啊 这样的一个皇帝 好好的 这个潜下心来 静下心来 咱们啊 咱们休养生息 对不对 咱们把自己的军队 养得兵强马壮 那你吴王留弊 还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在钱和室 没有鸟用 到最后找俩借口 你就失去了正当性了 你要造反 我就弄你啊 那就是啊 文景时期啊 关于七国之乱的一个法统 刚才跟大家讲了 还有啊 这个楚汉争霸的 这个法统啊 然后的话 这个楚怀王 也算是处一帝啊 然后被啊 这个项羽所掌控啊 然后可是呢 这个楚怀王啊 尤其是在灭秦之后啊 有一些决定啊 不利于项羽 项羽到最后弄死了 这个楚怀王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让联合国像什么 就像楚怀王 可是我虽然说 楚怀王啊 无能无用 但是的话 你项羽把楚怀王杀了 到最后会落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众叛亲离啊 项羽自己亲自封出来的那些王 到此后全背叛了项羽 哪怕是杀了楚怀王啊 有可能是杀了楚怀王的这个凶手 应不到最后 哎 投向了 投向了这个这个 这个刘邦 包含魏豹 包含张尔 包含陈瑜 包含山东的老田家 全背叛了项羽啊 为什么杀了楚怀王 然后的话 这些啊 算是被项羽封那些王 纷纷的要背叛这个项羽 原因其实很简单的 你做事没规则呀 楚怀王没有 对你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楚怀王是被你项羽控制的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法统就来到了这个刘邦这里啊 那个被封的啊 天下的这些异性王 全都听这个刘邦的 你项羽就成为了什么呢 你就是逆贼 对不对 你众叛亲离 到最后项羽兵败该下 自闻与乌将 你说你这赖谁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看一看现在联合国对比楚怀王 大家看一下像不像 对不对 本来项羽是高于楚怀王的 本来美国是高于联合国的 但是的话 这个楚怀王啊 因为有一些决定啊 不利于项羽 项羽就恨死这个楚怀王 然后的话 联合国现在有些决定 关于巴以冲突 然后跟美国的利益不一致 美国也恨这个联合国 然后咱们就看一看美国到最后 怎么样拿捏这个联合国呀 那跟项羽一样 如果说 如果说啊 然后的话弄死楚怀王 或者弄掉联合国 就像啊 未来的这个特朗普很有可能啊 特朗普原来在这个总统任上的时候 是如何对待 是如何对待这个联合国的 不交会费啊 反正我不想跟你参与 我美国不跟你联合国搞关系 钱我也不给 你爱找谁要找谁要 对不对 到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天下皆反呢 跟你美国啊 或者说跟你项羽 聊不到一起去啊 你没有任何的规则呀 你想要干嘛就干嘛 哎 跟大家讲一下 那就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基于美国规则的国际秩序啊 如果按照你美国的心意来行事 再讲回今天跟大家聊的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决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决议啊 明明跟你啊 这个民主党跟你拜登 所强调的两国方案 强调的赶紧停火 人道主义救援 他是一样的 结果你美国亲自出来啊 一票否决 那你美国 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谁还听你美国的呀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未来呀 美国的未来跟项羽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因为美国所主张的 就是我要高于联合国 你要高于联合国 你还要联合国干嘛呀 对不对 然后项羽高于处坏王 高于处异地 那你还要这个处坏王干嘛呀 对不对 弄死得了 所以说跟大家聊了一下 关于联合国啊 联合国大会啊 针对这个巴以局势 那个表决 121票 153票 都站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对立面 现在已经事实的让大家看到 谁站到了世界的对立面 谁正在众叛亲离 结果美国现在因为自己国内的党争 因为他自己所主张的基于美国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啊 导致啊 他站在世界的对立面 而且他没有任何修复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时候刘邦 这个时候啊 这个中国 对不对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然后来了吗 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强调的全都是 这个问题啊 要符合国际法 那个问题要符合国际法呀 中国正在重新的发挥联合国的一个权威 那这个时候 然后的话 谁能够占据民心 谁真正能够占据这个法筒 争天下 对不对 争天下要有法筒 谁拥有了这个法筒 谁也就拥有了这个天下呀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未来了吧 美国的自己还没有任何的办法 想省钱还得大量的花钱 想省钱 因为大量的花钱了 还得在中东地区啊 要维持自己的主导性 然后本来明明想要抛弃以色列 两国方案要落实 自己又不能执行 你看看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状态啊 又得维持着美国的霸权 要以美国规则啊 为标准的这个国际秩序 那你美国就继续这么干嘛 你就继续站在世界对立面嘛 对不对 那中国呢 我看中国历史你就明白了 谁占据了这个法筒 谁拉住了楚外皇 对不对 谁是啊 这个天下的皇帝 这个皇权就是法筒啊 谁占据了这些东西 谁就拥有了这个天下呀 你有钱有事没有用 你问一问吴王留弊 有钱有事有用吗 对不对 到最后养啊 养大了自己 把自己养得越来越壮 我只要拥有法筒 我找你一个借口 我就要把你逼反 逼反你 我要把你所有的理由 跟我做对的理由全打掉 打掉之后 天下人都对你不放心 那个时候我要凭你的乱的时候 你也就完了啊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未来 咱们就等着看就行了 美国这个国家亡于谁手中呢 是中国吗 不是啊 对不对 明明可以省钱 明明啊 可以啊 可以让啊 美国对外的那些战争啊 尽量的不要再打了 尽量的赶紧撤回来 是起码啊 能够撤回来一个 算一个啊 从乌克兰撤回也行 从以色列啊 从中东地区撤回来也行 不花这个钱了 不花这个钱了 明明对于美国来说是好事 结果美国自己内部 弄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不对 双方都得花钱 大家都得扔钱 扔完钱之后 又在联合国为了维持自己花的钱 那个主导性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怎么办呢 得罪全世界呀 得罪全世界 你失去法统 你失去联合国 到最后 美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